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前俗称眼皮 是保护眼睛的屏障 角膜就是黑眼珠前方的那层透明薄膜 如果说眼睛是照相机 那角膜就相当于镜头 负责收集图像 没有它 我们可看不见东西哦 睫膜也好找 用说只轻轻扯一下眼皮 在上下眼皮的内侧和眼白上面 有层透明薄膜就是睫膜了 它能避免眼球和眼皮发生磨擦 保护眼球 肝眼症就发生在角膜和睫膜这两层膜上 真是点来咯 角膜和睫膜是湿乎乎的膜 一肝可就碎了呀 谁来给角膜和睫膜保湿呢 就是肋液了 睫膜下面埋有肋线 分泌的液体就是肋液 仔细看 睫膜上有好几个出水口 这就是肋液的出口 肋液一般有两种开启模式 一伤心 一感动 哭了 这种出水口紧喷的模式就是我们说的眼泪了 不哭的时候 出水口也没闲着 它润物系无伤 不断地分泌肋液来湿润角膜和睫膜 睫膜就那么几个出水口 相比较角膜和睫膜这么一大片 像处处保湿道还真不简单哟 在工艺 那流程真不是盖的 这项独门绝技就一个要零 眨 眼睛一眨就把那么点泪液变成了一张非常薄的水膜 均匀地敷在角膜和睫膜上 眨一次 敷一次 这张膜医学上称之为泪膜 保湿功能杠杠的 把那么点的泪液制成那么薄薄的泪膜 也才黑科技啊 其实啊 泪膜跟面膜的构成一样一样的 有三个部分 泪液就相当于面膜上的精华液 保湿主要靠它 可泪液单靠自己没法趴在垂直的角膜 结膜上 别急 黏蛋白来也 它就像面膜中的那层纱布 在泪液下面垂直铺开 牢牢将泪液吸附住 泪膜能不能稳固 均匀地贴在角膜 结膜上 就看它了 慢着 最外面还得有层芝质 相当于面膜的那片塑料值 任务就是将泪液与空气隔开 防止水分蒸发 要是没有这层油脂 泪膜瞬间就干了 一张大小合适 充满水分的泪膜 这就完美诞生了 一眨眼的功夫 泪膜就成功地敷在角膜 结膜上了 眼睛每分钟至少敷个一二十次面膜 那感觉美滋滋的呢 深度君 这眼睛也太牛了 那干眼睛的眼睛是啥样 长样子 敷张面膜呗 我去 这也叫面膜 说好的水呢 不是太少 就是质量太差 完全不能满足伦家了 泪液要是出了问题 保湿功能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再瞧瞧这面膜 这缺一块 那少一角 哪来的惨次品纱布 根本付不全啊 棉蛋白不完整 泪液都不能依附住 弹合保湿 这面膜连塑料纸都省了 一睁开眼睛就干了 支支不足 泪液早就蒸发光了 哪来的保湿功能啊 面膜质量长期不达标 角膜结膜得不到涩润 越来越干 眼干 痒 痛 等一系列问题就接踵而至 这就是干眼症了 沈多娟 你别吓我 为啥我的泪液就质量不好了 就分泌不够了 凭啥我的纱布就残缺不全了 还我面膜上的防水层了 脾气 下一集带上你的小板凳 大眼睛 等这本沈多娟 高必格的知识 惊艳一番吧